好 再来看到寒都送温暖 善心人士送来了十几只土鸡 给弱势团体小朋友 让他们补充营养 而且还特地上网订购 由农委会防检局检业合格的肉品 让小朋友可以吃得更安心 谢谢 有人送鸡了 善心人士送来的十只土鸡 指定要给关怀生命之家的小朋友 好好补充营养 之前林先生有送十只了 然后这次他又加十只 因为我们病人有一百多个 还有十几个小孩 所以林先生想说这样可能不够 所以他又补送了十只 可别小看这些鸡 他们可都大有来头 透过农委会防检局层层把关 确保没有抗生素等药物残留 才能够让消费者安心使用 都有经过我们合格屠宅厂的屠宅 也经过我们屠宅卫生检查 人人的一个检查 检查完毕以后 我们在这个机制的包装上 都贴有我们防检局 卫生检查合格的标志 CNS论证的 所以我顺便就把它订过来 给这些小朋友吃 从香菇鸡汤到白斩鸡 一道道好吃的鸡肉料理 看看小朋友们大口大口吃下 民众想要买也有机会 11月24号起 透过网路订购 还能够栽培道府 不过只有一万只 鸡肉鸭肉和鹅肉 供民众选择 要买可得要把握机会 中间新闻台北众合报道